嗨 各位L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Lulu 我覺得我自己原本的遊戲規則 就是太過於努力 然後太過於緊繃 太過於用力 最近我改變了自己的規則 就是我會更多的時間去上課 然後更多的時間去跟家人相處 跟休息 我覺得這是我最大的改變規則的地方 我其實每一次主持典禮啊 或是紅毯或是大型的晚會活動 我大概到最後半小時吧 快要鬆懈的時候 我就會全身開始痛起來 到去年開始 我主持完 我記得是Cakebox的活動 我一下來發現 一點痛的感覺都沒有 甚至到我後面第二次主持金曲獎週 我也可以很如常的上下班 然後身體一點痛都沒有 我就覺得 這是我人生里程碑 我身體不痛了 我沒有以前那麼緊繃跟緊張了 但是外面也看不出來 但是外面也看不出來 但是就是我自己知道 也覺得這是我一個 很特別的人生里程碑 有的 一直想要挑戰 但是還沒有完成的就是 因為我很喜歡唱台語歌 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出一張台語的專輯 愛到你 先驚驚 想到你 先聽 聽我已經 沒足夠對你講到驚 謝謝小王 謝謝 謝謝 我覺得要踏出舒適圈 跟像我們的主題 Game Changer這件事情 我覺得你要很認識自己 知道自己喜歡什麼 然後自己擅長什麼之後 那我試看看我走出去 然後要踏出去的前提是 我們要做好萬全的準備 讓自己心裡更踏實 然後不會緊張的時候 我們再踏出那一步 這就是我自己心中認定的 Game Changer 這就是我自己心中認定的 Game Changer 行動